十分访谈今天来谈谈 怎样在家中打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诗诚有约》下来的几个星期三 将播出全新专题系列 《孩说方言是孩子的孩》 主要要带大家走入本地一些 常用方言沟通的家庭 不过我们现在先看一看 一些小朋友他们讲方言的可爱片段 我会说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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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记得我最早学到的 应该是 吃饱饱 吃饱海 吃什么 吃饭 就是吃饱吗 吃饱了 吃什么 吃饭呢 那现在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 孩子们还可以把方言讲得这么好 相信家长真是花了相当多的功夫 那他们这些特别的功夫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又是否可以从中来借鉴打造一个能够帮助孩子来学习好母语的语言环境呢 好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孩说方言》的编导李莱玲 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高级教育研究员及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孙赫博士加入我们的讨论 欢迎二位 两位好 两位好 那现在在新加坡 方言的运用是不如以前那么普遍了 莱玲啊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制作这个孩子讲方言的系列呢 那通过这一次的采访 你有没有找到这些孩子方言讲得这么好 它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那我当时候想到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八岁的小孩子会唱潮州戏曲的一个视频 那当下我就想说这个小孩子真的不多见了 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海南人啦 但是我自己不太会说海南话 只会说一些单词 当下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然后我就很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些还在讲方言的一些家庭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继续讲方言 他们又怎么做到这一点 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 那经过我的一个采访的观察呢 我是发现到这些家庭主要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确保有一个相对的语言环境 比如说可能家庭成员就是只和孩子说方言 或者是可能就是在日常的一个沟通中 某些部分会和孩子说方言的一些对话 当然我也有一些家庭 他们其实在更小的时候是会说很流利方言的 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了语言环境 就是因为在家里不再和家人一起用方言沟通 那后来他们的方言就是有一些退步了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原来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语言环境 正如来临所说啊语言环境非常的重要 不过呢我们也经常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些例子 就是语言环境是好的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是用华语来沟通的 而他们的孩子呢其实听啊讲啊华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家庭的对话往往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是父母跟孩子说的是华语 不过孩子呢就用英语来回答 这很奇怪啊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孙博士 这是为什么 而且这是不是说明就是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还是不够 我觉得父母已经尽力了 听您说的这个情况 其实他们已经能做到很好的这个水平了 我觉得因为其实影响孩子学习语言 那又方方便便的原因 那有兴趣那有环境有水平有习惯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环境就满足了 就是家长给了足够的这个交流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但是呢是不是孩子的水平 比如说他们随着他们英语成绩的不断的改善 他们的这个英语作为一个习惯用 他们就信手拈来可能觉得说起来好不费力 但是要说方便或者是他的其他的母语 他们可能就觉得有点吃力 这个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 第二个呢是他们的环境 那我指的这个环境不是家庭环境 是一个学校环境 可能学校同学们之间都不用了这种语言 他们会觉得说这种语言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趣味性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逐渐的就不愿意说 所以家长跟他们说一种语言 他们用一种满回 所以就说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说我说了多少华语 可能他就会鼓励他讲华语 而是说这个内容是不是在孩子的心目中 他是有趣的 他愿意的 跟这个孩子有连接性的 就是不是讲量 而是讲可能这个语言的质量 在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有多重要 比方说小朋友如果看一个动画片 他是讲中文的动画片 可能他就觉得中文比较有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博士 对 对 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兴趣点 特别的重要 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眼动仪的实验 或者是其他的实验 不单是从行为上看 他的一些心理表征都可以体现 他此时此刻对你的东西是不是够有兴趣 如果他们有足够多的兴趣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眼睛的眼神 是始终就是注视在这个有趣的东西上 然后他们的整个心跳 他们的呼吸 他们甚至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所谓的兴奋的一些体征 所以这个兴趣点是非常重要的 书呀 比如说《灵魂画》这些 还有些电影都是很重要的媒体 让他们感兴趣 是的 那么这个来临这一个的系列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种方言 各种像潮州话 福建话 广东话 客家话 海南话 那刚刚你也提到自己本身就是海南人 那你在制作海南话这一集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那其实我在制作海南的这一集的时候 相对来说其实是最难的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是还能说海南话的家庭 所以最终我还特别跑去武极市那一带的海南街 因为听说那边有很多就是早期海南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那个咖啡店的老板都是海南人 所以我就想说去碰碰运气 那因为我稍微还听得懂一些 听得懂方言 听得懂就是海南话 所以就通过老板跟那些顾客的对话 我听到海南话的话 我就有上前去问老板或者是库客 认不认识一些可以介绍给我的海南家庭 可惜最终都没有就是无功而返了 不过很幸运的是最终我还是有找到一个家庭 就是我审慎给我介绍他的朋友 那希望说因为我们现在是还在制作当中 希望还有机会就是如果有12岁以下的会说海南话的朋友 可以联络我们让我们也去采访你们这样子 可能观众朋友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是的 那我们最后请孙博士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接触到一些孩子学华语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觉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调整我们目前教华语的这种教学方法呢 请孙博士简单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善用多媒体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关于电子书的研究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有些家长 他其实是对自己的母语或者是口语表达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所以他在犹豫之间就错失了很多跟孩子讲故事的机会 但讲故事又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华文或者方面一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就发现其实质量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多媒体书或者电子书 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更多的去阅读 然后提高他们的兴趣 提高他们的最后的口语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媒体的善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那么随着AI的进步 我们是不是以后也可以用AI来帮助小朋友进行多重点的对话 这样呢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觉得说不但是在科技中感觉到了就是一些理科知识的进步 也可以感到这个学习的乐趣 语言学习的乐趣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对 谢谢两位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起去看 年仅七岁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潮语 稍后的新系列还说方言 一起看看小弟弟如何用亲切的语言 掳获巴沙摊贩叔叔阿姨们的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